花都区近年大力推动乡村振兴 以产业振兴助推乡村振兴的同时 大力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以及美丽乡村建设 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王善盈报道 赤泥镇竹洞村是花都区重点打造的乡村振兴示范点 每逢春天,村内变质的黄花枫林木盛开 加上村内的红西关故居资源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 竹洞村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盆景种植 乡村旅游等产业 同时大力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试点建设 着重建设粤菜师傅工作室 盆景培训基地等 让村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的获得感 美了很多 起码多人来了 反正环境好很多 对我们村民也讲得挺好的 在这里附近可以周围走 我们学了手艾之后 然后我们自己裁树 自己修剪 树好远一点 引进了一个日翠园 去引导村民去学习 园区里的修剪 上盘的技术 主打就是红西关的文化 我们这边也有红西关的训练基地 我们也都有百几个学员 进行一个武师打拳 全套可以打下来 增加了他们娱乐方面的一种氛围 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振兴 如何通过高科技提升农业高质量发展 是重点内容之一 在赤泥镇内有不少高科技的种植基地 蔬果种植集合了自动化 智能化等多重技术 打造农业产业和文旅相结合的 现代农业田园综合体 采用的是上下移动栽培传技术 它进口欧洲金字土 它是定时定量添加水和营养液 下一步 花都区将继续探索科技农业产业 和文旅相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 建设更多的美丽乡村 广州电视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